隱形缺氧導致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到院前死亡 正因為沒有表征 患者難以察覺 因此醫生提醒 如果已經出現像是胸悶 喘氣 無法深呼吸 甚至皮膚 手指 嘴唇開始發青等等 明顯缺氧症狀 一定要趕快送醫 表征上都已經能看得出來這樣子的表現了 醫生也表示 等到出現症狀 基本上可能都已經是病況急轉 但民眾要靠自己的臨床表現 就來認定隱形缺氧 實在很困難 醫生建議患者還是要血氧機 才能夠準確追蹤 民眾如果擔心 也能夠自我監測 有些民眾如果他自己會擔心 他可能又沒有去做檢查 那我們才會說 那你就不不妨 在家裡自己買得到血氧機的話 就平常就監控一次到兩次自己的血氧 因為有些人他其實自己的血氧 本來就偏低 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不見得跟新冠肺炎的感染是有關係的 一般人的血氧濃度大多維持在99到97之間 如果長時間講話或是姿勢運動問題 可能會短暫性造成空氣量不足 只要深呼吸幾次 血氧升上去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到94以下 無法靠呼吸調整 甚至出現缺氧表征 一定要趕快就醫 94以下甚至合併你會有症狀 你開始會覺得自己都會覺得有點喘 然後甚至會覺得有點胸悶不舒服 那這種表現那就一定要儘快送醫了 那假如說你量起來都是在這種 92、90這種之間徘徊的 那可能送醫或許會需要所謂氧氣面罩 或者是一些氧氣的一些額外的介入的機會 相對就會很高 民眾還是得多靠觀察自己身體的變化 以及血氧濃度的規律 第一時間才能及時警覺 不讓隱形缺氧 找上門 TVBS新聞劉駿 配全推報導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請那就提出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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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